一鸣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令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大门上面挂一屋 日子越过越富有 在风水上很多人都知道 大门是一个对风水气息 特别重要的地方 所以如果大门风水不好的话 就可以使用风水物品来改善 当然如果大门风水没有问题 也是可以通过风水物品来提升风水的 不过也不是什么物品都可以使用 那么大门上挂哪些东西风水好呢 哪些东西风水不好呢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 一大门上不能挂什么 一风铃 大门上挂风铃似乎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比较正常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 风铃是不可以挂在这个地方的 因为一般来说 风铃都是属于会招来气息的物品 大门上挂了风铃 肯定会导致不好的风水气息被招到自己的住宅 二各种符纸 各种符纸虽然都有各自的用处 并且也都可以在大门这个地方发挥效果 不过这些符纸最好还是不要挂在大门上面 因为风吹日晒会使得这些符纸变得没有效果 甚至会烂掉 这样对于风水来说 虽然没有损害 但是也已经没有效果了 这样无疑是比较不好的 三 皮修 作为招财物品 皮修通常都可以摆放到对着大门的地方 甚至是摆放到玄关这个距离大门比较近的地方都可以 但是却不可以悬挂在大门上 因为如果把皮修悬挂在大门上 那么皮修就会晃来晃去 没有聚餐效果了 并且风吹日晒也会导致皮修效果变差 四 桃木剑 桃木剑虽然是风水避邪物品 不过却不太适合在室外使用 因为如果把桃木剑挂在大门上 就可能导致风水出现问题 例如桃木剑可能也会破坏家人运势 并且大门这个地方经常日晒雨淋的 桃木也可能会因此而腐朽 这样自然也是很不好的 五 风水蛇 风水蛇虽然能够在自己住宅内部摆放 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可以产生风水效果的 不过如果把风水蛇挂在大门上 就可能会对风水不好了 因为这样会很容易招来凉薄的气息 居住在这种环境的人会变得很冷淡 久而久之家庭关系自然也就淡薄了 六 凶猛画像 有的朋友会在入户门这里挂一些画像 画像的种类和风格有很多种 摆放这种画像的时候要多注意一下 现在很多单元房都是门对门的格局 这种格局本身就容易形成门对煞的风水 影响家中运势 可以通过设立玄关化解 七 雨伞 很多人觉得为了出行方便 一些日常杂物都放在大门口比较好 很多人会将雨伞也放在大门口 雨伞是很容易聚挤阴气的物品 特别是湿漉漉的雨伞 如果把伞架放在玄关处 会使玄关充满阴晦之气 但是伞往往放在进门处会比较方便 因此可以在玄关处安装照明灯 来增加阳气去除阴气 二 大门上挂什么风水好 一 八卦镜 八卦镜作为道教的代表物品之一 有着很强的风水划煞的功用 其实八卦镜本身就是可以起到很好的驱邪作用 可以将不好的气息都反射走 这样一来 家居运势自然也会变得比较好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选惯八卦镜避邪的时候 不宜将八卦镜正对别人的大门或者窗户 否则容易引起口舌是非 二 五帝钱 五帝钱是风水学中常用的招财至煞吉祥物 它是由清朝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家庆五个皇帝的铜钱组成 因为这是五个清朝最兴旺的皇帝年号 在风水学中 在家里大门挂五帝钱 不但是可以起到了招财的作用 提高家庭运势 也可以使得家中的气息得到进化 因为五帝钱是聚集五帝吉祥之计 有着很好的招财化煞镇宅的功用 三 葫芦 葫芦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吉祥物之一 所以在风水中经常能够见到 它作为镇宅避邪的吉祥物 不同材质做成的葫芦 作用也不一样 比如青铜材质的葫芦 能使得气场更加的纯净强大 在佛教流离材质的葫芦 就被认为是消病驱邪的灵物 所以流离材质的葫芦 避邪效果也很强大 四 铜铃 在风水学中 铜铃具有辟邪 化煞 保平安的作用 而且铜铃声音清脆悦耳 令人身心舒畅 能够驱除邪魔 消灾解难 化解煞气 铜铃当的作用可以克制五黄煞 凡流年五黄飞到的大门 房门 此时悬挂铜铃都可化煞 五黄煞属土 悬挂属经的铜铃可泄土气 灵灯摆动可加强精气 镇起精气 谢五黄吐煞 五 灯笼 一般过春节的时候 都会在大门口张贴对联挂红灯笼 而这个灯笼一挂一般就是一年 大家需要注意了 在自己家中的阳台上面挂灯笼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平衡 这里说的平衡当然就是灯笼的平衡 一般来说最好就是一边挂一个 这样才可以得到平衡 最好就是不宜一边有一边没有 这样对自己家中的风水其实是不好的 很容易会导致失衡 六 狮子门环 狮子门环是吉祥物 可以给人带来好运 因此作为挂件悬挂在大门上 非常的合适 狮子一直给人微风凛凛的形象 所以也被人们认为具有驱邪避鬼的作用 用青铜材质做成的狮子门环 具有原始的能量 这些纳财的作用非常的强大 七 红包 其实虽然红包看上去不像是可以招财的物品 但是把红包挂在自己家大门上面的话 却可以很好地起到招财的效果 因为这样挂着的红包 可以给自己家中带来极强的气息 自然也可以使得家运得到提升 在财运这方面 也是可以变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旺盛 八 当年生肖饰品 每一年都会有它对应的生肖 古人将年份分为十二个生肖 因为那十二个生肖里面不是猛兽 就是会让鬼邪害怕的动物 所以在自家的大门上挂上 或者是贴上当年的生肖饰品 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辟邪效果 同时也是一种美好的祝愿 祝愿家人在当年可以平平安安 万事顺利 九 平安节 平安节代表着将幸福和健康绑在一块 预示着来年全家人幸福健康 在自家大门口上挂上红色的平安节 可以阻挡外面的汇集进入 不吉利的事情进不了门 抵挡各种灾祸 同时迎接吉利的气韵 不过要注意的是 平安节的大小又合适 不宜过大或者过小 那样会破坏风水的灵性 十 张飞关羽图 在大门上贴张飞关羽门身图 是中国非常传统的一种做法 基本上大部分的家里都会有此操作 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 在大门上贴张飞关羽图 不但可以驱魔降妖 阻挡一些不好的煞气跟晦气 还能保护家中的老人跟小孩 具有极好的镇宅辟邪效果 另外还有些地方贴的是 玉池宫 情书宝的画像 这个也是可以的 它们同样具有驱邪画傻的功能 十一 红布 门上挂红布 这样的行为一般发生在农村居住的人家 门上挂红布一般是有喜事发生 或者是讨个头彩 是人们想要讨个吉利和福分 一般做生意的人家 也会在门口挂个红布 日式生意红红火火 大门是一家人每天进进出出的地方 同时也是家中的第一道关口 在这里挂上一个吉祥物件 是最适合不过的了 如果你家大门没有挂的话 那么小姜之建议你现在挂一个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